而不是现在很多的讯息非常模糊 面对明代质疑 陈时中反问 公布台湾新冠肺炎第24例确诊患者 是北部哪里人 有用吗 摆出防疫指挥官最大的驾驶 陈时中不止跟明代大声对抢 连对所谓的美国老大哥也不客气 那你认为美国他们这样子把我们列为 是有社区传播 是否合适时吗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定义跟太吵 太吵衰了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近日 把台湾地区列入 显然有社区传播目的地一项 但台当局始终拒不承认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也辩称 社区传播有四个征兆 第一 确诊病例找不到来源 第二 本土感染案例多于境外移入 第三 出现持续性传播列 第四 广泛的群聚感染 苏贞昌称 台湾现在已经一向都没有 美国发布的时候是我们那个第19例 那个还没有确定感染源 但现在我们很自豪的 台湾竟然可以这么快把那个白牌司机 原来接触的是浙江回来的台商 已经很确定 我们也已经立刻跟美国沟通 也告知这个不是 我们也非常自豪 其实这样的一个追踪跟发现 在世界都是应该是说首见的 美方已经知道我们的顾虑 他们也希望我们这边能够提供 更多的这些科学资料给他们 台当局官员上下一口同声 为了台湾到底有没有发生社区传播在争辩 对此曾是台大医院医生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一针见血 说这样的争辩根本没有意义 台湾媒体指出 民间党当局之所以纠结台湾 现在是社区感染还是社区传播 原因不过是在以疫情层级不同 国际间的反应差别很大 但外界真正关注的并非一个名称 而是台当局在防疫上的实际作为 中文字幕提供